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白话古今,我是小编灵溪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记得一定要订阅我们的频道 并且点开订阅按钮旁边的小铃铛 这样的话,你就再也不会错过我们今后的各种精彩的视频了 以下视频的内容整理,均为本频道收集整理自互联网 仅供您收看和参考之用,并不代表本频道对其真实性负责 四十多年前,考古队员在李泉县、烟霞乡、张家山村北面的山梁上 发掘了一座唐代墓葬 这座墓葬,风土高,七米,有一个残存的石阳在墓道西侧 看起来非常可怜,一千多年的风风雨雨,已将其破坏殆尽 九宗山是唐太宗、李世民的玄公所在 距离他玄公越近的陪葬墓,墓主人生前的地位往往越高 像伟贵妃墓、常乐公主墓、新城公主墓,都在李世民玄公附近 这座墓葬距离九宗山五公里,比那些嫔妃、迪出公主要远一些 但是比房玄陵、李静等功臣要近上许多 说明墓主人的身份介于两者之间,既不是至亲 但也不是没有血缘关系的功臣,会是谁呢? 这座墓葬和其他唐代贵族墓一样,由墓道、过洞、天井、壁龛、永道、墓室组成 墓道两侧的墙壁上都会有壁画,这是墓主人生前情况的反应 也是后人了解唐代上层社会的一扇窗口 虽然许多壁画已经脱落,从剩下的作品看,可以得出结论 墓主人生前是一位贵妇,何以见得呢? 在第一个天井的西侧墙壁上有列挤图 门列奇挤在当时是地位的象征 地位越高的,数量就越多 西侧的壁画上有六根,再加上东壁的六根,就是十二根 一品是十六根,二品是十四根,十二根可以对应三品 在从壁画上的人物看,有许多形态各异的侍女 穿男装,女装的都有,说明墓主人很有可能是一位女性 墓主到底在哪呢?肯定是棺果里 棺果一般放在棺床上,整个墓室的最深处 可惜的是,棺床上的石板已经被人为翘起 墓室中到处都是断裂的砖块 很明显,这座墓葬已经被盗墓贼光顾过了 在棺床上,考古人员找到了一些棺木的朽块 还有部分衣物的残迹 墓主人呢?只见有灵星的骨头散落在地面上 什么荣华富贵,什么永垂不朽 到头上都是一场空 墓主人到底是谁呢? 幸好,在断砖附近上找到了穆志明 上面写着,大唐雇丕国夫人,段氏,穆志明 两个重要信息,段氏,丕国夫人 初唐时期,姓段的贵族女子,史书好像真没记载过 既然有批国夫人,当然有批国公了 谁是批国公呢?史书记载 贞观十三年,长孙皇后的族书长孙顺德改封为批国公 再看穆志明的内容,段氏的确嫁入了长孙家 年辅十八,归于长孙氏 但不是嫁给长孙顺德,而是长孙顺德的儿子 顺德死了,他的儿子继承了爵尾,成为批国公 段氏不就成了批国夫人 细读穆志明,发现段氏的父母都不是一般人 他之所以能够成为上流社会的贵妇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出生好,会投胎 段氏名兼弊,自云娘 因为性别的原因,史书一般是不会细写女性名秽的 就算是穆志明,有些也是如此 段氏穆志比较实在 告诉我们他就叫段兼弊 祖籍辽西令知 爷爷叫段文镇,北周朴记大将军 随兵部尚书,新阳县宫,属于军界大佬 父亲段伦更了不起了,唐高祖李渊之许 尚书又仆设,北平相侯 对于段文镇的生平事迹,随书有明确记载 将门出身的他从小胆略过人,力气很大,是个做将军的好材料 可以说完全继承了富足优良的基因 周五帝攻打北齐的靖阳城 段文镇身先士卒,拿着武器抢先登上城楼 把敌将抓起来,他一辈子久经沙场 打得基本都是胜仗 除了北齐,还干过南辰,突厥,土谷魂 加州辽,可谓战功卓著 随扬帝非常赏识他,提拔为兵部尚书 一起攻打土谷魂和高聚力 后来进军辽东的时候,段文镇去世了 杨广追封他为光禄大夫 尚书又仆设,北平侯,嗜浩乡 所以,段尖碧木志明中爷爷的官职 都是在随朝取得的 段文镇生育能力特别强,有十个儿子 段尖碧的爸爸段伦就是其中之一 大夜末年,李渊在分进起兵攻打关中 段伦曾聚众响应,帮助李家父子打下了长安城 后来,他又被派往巴蜀,参与招抚工作 李世民上台后,段伦还当过公布尚书这样的高官 段尖碧的妈妈来头也不小 穆志明作者骄傲地写着 公主纪高祖五皇帝之第四女 太宗文皇帝之同契纪 李渊的四女,李世民的四姐,高米公主 下嫁给了段伦,生下了宝贝女儿段尖碧 据穆志记载,公主对女儿非常疼爱 中外夫人,有金珠子 虽然出生在贵族家庭 段尖碧没有交涉隐意 他对诗词比较喜欢 虽班昭之之理,菜颜之公书 新英之时机,谢运之迟论 孝其优劣,曾和足云 甚至把他和班昭,蔡文基等四位才女进行对比 这明显是一美之词了 18岁那年,段尖碧出嫁了 丈夫是长孙顺德的儿子 也算门当户队,强强联合 在当时不足为奇 由于婆家的原因,段尖碧也成了披国夫人 尽管老天爷赐予段氏良好的出生 不用靠着自己努力 就可以享受荣华富贵,锦衣玉食 然而,上天并没有给他安排美妙的结局 贞观16年,段伦去世 段尖碧失去了父亲 这一年,他26岁 永辉二年4月4日 段尖碧罹患恶极 在长安城的班正里 一个35岁的贵族女人离开了这个世界 高密公主痛失爱女,哭得死去活来 她的丈夫终年丧妻 只能悲叹命运的无情 段尖碧生前对父亲很有感情 常常去坟前祭奠 朝廷就下旨 允许她葬在段伦墓旁 四年后,高密公主也奔赴黄泉 追随她的老公,女儿去了 她曾留下一言 无葬必令木向东 以望献灵 既不望校也 就是说,木道口的方向 要对着高祖李渊的献灵 表示自己的孝心 这句话说明她的木不在献灵 很有可能就在丈夫女儿的附近 总体来说,段尖碧的一生非常平淡 没有什么历史功绩 也没有什么值得大叔特殊的事情 简简单单过完了三十多年的人生 如果不是考古人员打开了这座墓葬 我们真的不大可能知道 在一千多年前的上流社会 还有这样一位贵妇 她的出生实在是太好了 富二代是赢在起跑线上 段尖碧连跑都不用跑 直接站在了终点 她的生活是无数人 奋斗一辈子也无法企及的 但也因为时代的限制 让她男友作为 同样的身份 要是晚出生一千多年 没准就完全不一样了 徒姿穷草 为韶令而没住 空急神乡 送方魂而岁月 贫穷也好 富贵也罢 人生总有尽头 年轻的时候感觉很漫长 临终的时候又感觉很短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